今天呢,让我为大家聊一聊 久坐对人体腰部的损害和防治的方法 那么长期久坐可能导致以下的腰肌问题 首先是腰肌面突出 第二是腰肌劳手 第三,长期久坐可能导致腰肌测弯 第四,坐步行进行动 那么如何减轻久坐对腰肌的损害呢 我推荐以下的方法 第一个是使用正确的坐姿 保持腰部的挺实 保持身体的重量均匀分布 第二个是找一把合适的椅子 选择具有良好支撑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 来减轻腰部的压力 第三个,定期的活动 每隔一段时间活动一下 以缓解腰部的疲劳 第四个,进行腰部的锻炼 如想要飞、游泳等等 最后呢,调整一下工作的方式 避免连续的久坐 如果已经出现了腰部疼痛 怎么办呢? 首先我建议您就医、检查 第二个呢,可以在家做一座热敷等物理资料 如果腰部疼痛的厉害 建议您配戴腰部的护腰 第一个是要保持适量的运动 第二个呢,是要增强腰部的肌肉锻炼 还有,要控制您的体重 不要太胖 最后,要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腰椎有没有问题 以上呢,就是我对大家提示的建议 1、2、5 1、2、5 1、2、5 再来一次 1、2、5 看视频,上封面